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江泽演员董建春 已经给您拜年了 特别的高兴啊 没错 我能够一个人呢 独自站在这么大的舞台上 什么 跟大家聊聊啊 时下热门的话题 最近啊 我有一新发现 我发现什么呀 我就发现呀 我发现 我发现我没了 我呢 怎么不让我说话呢 因为我最近啊 在做一个共享单车社会调研 基于收集各种资料 那位朋友有兴趣回答我几个问题 行了 行了 大家看我表演节目呢 哪有功夫回答你问题呢 有奖品 我就有功夫 行 快问快快快 一会儿该敲钟了 快点 你别着急行吗 我得说清楚了 怎么的 这些题你会就答 答不了你可以说过 还有我答不了的题吗 好 请听题过 我还没问呢 奖品 你不能看这题就过呀 真麻烦 怕你紧张出两道题让你热热身 哎呀 我怎么可能考试紧张呢 从来不紧张 从来不考试 我说怎么都过呢 第一题 请问 看到成群结队的共享单车 你有什么感想 这要全是我的就好了 不是 问你感想 我这就够感想的了 你还想听我说什么愿望啊 看千百辆车跑来跑去的感想 那我觉得还是挺恐怖的吧 千百辆共享单车 自己跟大街上跑来跑去的 车上也没人 自行车自己骑自己 还说着话聊着天 哎 朋友 今儿挣多少 我才挣五毛 还给俩红包 我让一小伙子登了四十多里 我都晕车了 奶奶您不就是车吗 二十你怎么在书上呢 六九你怎么叫合力了 行了 你就是一戏惊了你 太简单了 那问你几道考验素质的题 随便问 一辆车 停的不该停的地方了 这时候你应该怎么办 我应该假装没看见 回来 这就一辆车 不突兀吗 还真是 来 大家都往这停 来 什么什么什么 这地儿是挺放点吗 没看过书吧 书上说得好啊 说什么了 世上本没有停放点 停的车多了 变成了停放点 你看那书是盗版的吧 往下问 那你说说共享单车的优点 四大优点 第一点 愿意停哪 停哪 第二 我爱搁哪嘎的搁哪嘎的 第三 终于放哪边 照放哪边的啦 第四 能想往哪扔 往哪扔 什么啦 七八糟的 往下问 往下问 别往下问了 说上你这乱停车的事吧 影响交通破坏市容啊 知道吗 这个问题 过 这不是提 这句是提醒 得注意 我注意 我注意 接下来这个提醒 你肯定特别熟悉 什么提醒 诱导研究对象 主观情绪外话题 熟悉吧 这么陌生呢 就是真心话大冒险 我喜欢真心话 一辆车 你跟媳妇俩人 怎么用 我让她打车走 我骑自行车追她 你追得上吗 在北京 不好说 让你说真心话 她骑自行车带着我 怎么带人呢 我坐车筐里 是坐人的地儿吗 不是 可是 我是她的菜 我看你长得 就像个长条茄子你 像茄子 就不让带人 不带人 下一题还是真心话 大冒险 大冒险 好 请骑车上路 骑就骑 你在骑车的时候 最反感什么行为 我最反感的 我去 怎么逆行呢 这人 我就反着逆行的 你靠点边 一会儿我再撞着你 嗨嗨嗨 又一个又一个 靠边靠边 怎么逆行还这么嚣张 我的妈呀 怎么这么多逆行的呀 李靖 你逆行了吧 废话 我顺行能叫大冒险吗 什么歪理呀 你坐车宽的你还逆行 你这叫有素质吗 我下回改还不行吗 我就这点问题了 我其他问题一概没有了 绝对没有 绝对没有 共享单车质量怎么样 特别好拆卸 哎呀 你怎么还拆车呢 你出我扁桃体了 你还有多少问题啊 我真没有了 再让我发现你有别的问题 我可饶不了你 行 最后一题 建春 过 哎 怎么又过了 哎 你说我打不了可以过的 别人能过你可过不了 大伙说 让他过吧 听见了吗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不听你无眼 你干嘛呀 说吧 最近用共享单车 都干嘛了 教我儿子骑车来着 对 反正这车也不是你的吧 啪啪啪 随便摔吧 听 啪啪啪 不心疼吧 啪啪啪 反正车也不是你的 但儿子是我的呀 这也太狠了 李丁啊 我得把你当成反面教材写进去 别呀别 我就有这么点可爱的小毛病 一点都不可爱 你那些小毛病 夹在一块 那就是大毛病了 共享单车诞生于这个时代 它也在呼唤这个时代 应有的社会功德 只有我们每个人 都改掉自己的小毛病 提高了自律 共享单车才能继续走下去 继续为我们提供便利 而不是说 共享单车曾经来过 听完了就不想说点什么吗 不想 回来 必须得说 乱停乱放我的错 错在违章要惹祸 对 祸害单车不道德 好 建春 那我那奖品 哦 你们奖品 过 那他也会了 我是相声演员 岳云鹏给您拜年了 我是孙岳 给您拜年了 你先等一会儿 我干嘛等会儿呢 你叫什么 孙岳呀 孙岳 祝你平安哪 哪个孙岳呀 你不是唱歌的吗 心情不错 我心飞翔 我飞得起来吗 我 怎么又胖了 什么叫又胖 说相声的 说相声的孙岳 太对了 得五百多斤吧 这人有五百多斤的吗 多少斤 你问这干嘛呀 二百六 还说二百六呢 什么叫还说呀 我老问他多少斤 他老跟我说二百六二百六 一直二百六 后来我才明白 那个秤就到二百六 我让秤懵了 我怎么知道 他五百多斤呢 你怎么知道 后来他用俩秤 一脚占一个 全是二百六 合着我办事二百六 五百多斤大胖子 没那么沉 瞧不起你这样的人 忍不了你这样的人 对社会没有贡献 整天胡吃海菜 各位瞧见了吗 现在社会就这么一种人 这瞧不惯 那瞧不惯 这忍不了 那忍不了 就是你 谁呀 你 社会上当有这么一种人办的事 让人家忍不了 什么事忍不了啊 前两天 前两天我上西丹去旅游 对对 旅游 那叫旅游啊 那叫 逛街 西丹去逛街 我准备西丹图书大厦买一本书看 学习学习 西丹图书大厦门口用那个书的建筑 雕塑 有吧 有 有人在那上面乱写乱话 你忍得了吗 哎呦 这是旅游的不文明现象啊 这是哪啊 哪 这是文人的天堂 哎 这里包含着素质和涵养 对了 我忍不了 怎么办 我抵制他们 哎 你怎么抵制啊 同志 哎呦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父母是怎么教育你的 老师是怎么教的你 臭不要脸 嘿 哎呀 我后边画了几个圈圈 怎么圈圈 我诅咒他 嗨 胡写了 买完了书我就回家呀 嗯 我得坐公交车呀 是啊 上了公交车我都忍不了 呃 又什么事啊 一会儿上来一个老大娘 嗯 六七十岁了 上岁了 走道颤颤巍巍 哎呦 站都站不住了 岁数大了 但是公交车上没有人让座啊 你说多讨厌 哎呦 这都什么素质啊 要么低头看手机 嗯 要么假装睡觉 哎呀 我的天哪 你看看 气得我都坐不住了 对了 气得他都 哎 等会儿吧 嘿 气得你都坐不住了 嗯 你有坐啊 嗯 那你怎么不让啊 我也累啊 哎 那好 这叫什么理由啊 也别说 这有一个三十多岁大姐 她让我起来 我让你起来 我起来 哎呦 回来 这是大姐吗 我说大姐 你岁数也不大呀 对了 这是岁数的事吗 你凭什么让我起来呀 对呀 废话 嗯 这是我的座 哎呀 你的座 大姐 怎么证明是你的座呢 对呀 我是售票员 哎 坐在售票员那儿 好嘞 瘦的姐 瘦的姐 来您坐着 您坐着 什么叫售的姐 售票员可不售的姐吗 别胡起外号 你说你直接坐那儿不就完了吗 对呀 没有 怎么呢 她让那个大娘坐那儿了 你看看人家这个素质 站起身来 我都忍不了 怎么又忍不了了 我看公交车上的人 什么人都有 各式各样 要么打电话 声音特别的大 这大声喧哗 还有人 戴着耳机听歌 有这样的 听就听吧 你还唱出来 那不由自主啊 唱的什么破歌呢 什么歌招着你了 这什么破歌啊 挺好的歌词给人胡改 多讨厌呢 这人我告诉你 行了 也不乐意听了 关键是啊 还有人在公交车上吃东西 吃东西怎么了 爱说吃东西很正常 吃早点为了节省时间 对 可是他吃那个东西 我的天哪 您怎么了呢 我都忍不了 不是他吃什么了 打卤囊 哦对 什么 打卤囊 打卤囊 什么样啊 就底下一个囊 上面一层打卤 打卤囊 底下一个囊 上面一层 这叫披萨吧 什么都不知道 天哪 这么神奇吗 废话 这是披萨 无所谓 哎呀 反正还有人啊 在公交车上搞对象 哎呦 谈恋爱 你说多讨厌 这怎么讨厌了 你说搞对象很正常 但是别在公共场所 谈恋爱啊 哦是啊 是不是 我虽然没有搞过对象 但是我岁数小啊 哦你岁数小 我要是搞对象的话 我 你岁数小 嗯 看的事不大 你多的岁数啊 我十七八了 哦十七八 你等会儿 如果我搞对象 你抬头文都开了 知道吗 说实话 我十九了 哦一岁啊 说实话 二十多岁 哎你等会儿 如果我谈 你要这样我可忍不了了啊 说实话 不到四十 哎呀火 吵起来 小半辈都过去了 如果我谈恋爱 绝对不在那儿谈恋爱 人家怎么了 那是公共场所啊 这俩人 又老又棒 哎呀 又肯又亲 我的天哪 有点不雅 我什么聊 你怎么办 我抵制他们 你怎么抵制 我拍拍那个小伙子肩膀 嗯 小伙子 小伙子 该让让了 该让让了 别了 我都准备好了 说明什么 这有让的吗这个 怎么了 人家谈恋爱 怎么就让让了 怎么了 你没有这样的 我得下车了 我让他挪一挪上 你让了怎么了 你下车挪挪地 让让人 你以为呢 我的天哪 流氓 谁流氓啊 是不是流氓 什么的 我以为挪挪窝呢 我得下车了 对了 我一下车 我都忍不了 怎么了 我看见有人往车外扔东西 这马路随便扔东西 多讨厌 前两天电视上可说了 好几个环伪工人 因为这个酿成了大祸 出事 你心里难受不难受 难受 你别扭不别扭 别扭啊 我忍不了 怎么办 抵制他们 怎么抵制 我看谁往车外扔东西 捡起这个东西 我就追得去 你就追 你追汽车 你追得上 前面红绿灯 能给他控制住了 有红绿灯 这还挺好 真有人往车外扔烟头 是啊 捡起这个烟头 我就追得去了 追得 红绿灯正给他控制住了 我就敲他的玻璃 对 我得跟他说的说的 你教育教育他 帮帮帮敲玻璃 嗯 你猜怎么着 怎么着 他递出了一块钱 哎 好 拿你当要饭的了 我这模样像要饭的吗 哎呀哪不像啊 我忍不了 啊 烟头给他递过去 是 你猜怎么着 怎么着 他递出了十块钱 哎 怎么又涨价了 他说让我买一盒抽 好 还真疼你 你忍得了吗 我忍不了 忍得了吗 忍不了 我能忍 哎 你怎么忍了 嘿嘿 我那天靠这个 挣了一百多 嘿 好 这不就是要饭的吗 哎呀我开心呐 这还开心呐 有了一百多块钱 我决定出去玩去 还玩去 旅游 旅游 这叫环游世界 一百块钱环游世界 发了了 哎呀想想我都激动 你别激动了 一百块钱干嘛去呢 坐飞机去 还坐 你等会吧 一百块钱 嗯 坐飞机 哪那么便宜啊 打折机票 打折还没有一百块钱呢 去到地上进呢 哪啊 保定 哦保定 保定 我吃驴肉火烧 别吃了 别吃了 多放肉 别放肉了 还多放肉了 那保定有机场吗 石家庄啊 哦省会 你忘了 咱俩一块去的 咱俩 咱俩一块去的 嗯 咱 上个月 对呀 咱俩一块去的 嗯 你那机票一百多 对呀 你怎么要我三百多呀 啊 不是 你肉多 肉多 坐飞机肉多还得加钱呢 哎 好的了 我们结伴而行 哎 到了飞机场 过安检的时候 人你不让他上 不让我上 说他得拖运 对 这人有拖运的 后来他一辆身份证 同志 我是个人 林医生 真是个人 太神奇了 哎 那好 还是身份证管用 这才上去 是啊 我们上了飞机了 我们是坐的 坐的那个经济舱啊 便宜啊 一会广播通知了 嗯 飞机晚点了 保不齐 按说很正常啊 对 但是他特别讨厌 怎么了 一会要这个 一会要那个 我要什么了 空姐空姐 给我来个枕头 我枕着呀 来个枕头 一会说了 空姐空姐 给我来个安全带 我这个不够长 嘿嘿嘿嘿 嘿嘿 安全带你这么系 是不够长 怎么系呀 这么系 这么系也不够长 哎对 好 那是得要一件 还得再加一件 哎呀 多讨厌 您等等吧 这可不是我讨厌 嗯 这是我应有的权利 是不是 飞机上你也能要 我也能要吗 哎对了 这么神奇吗 那是啊 空姐 啊 给我来个麻辣香瓜 这去 多放肉 多放肉 有药麻辣香瓜的 自己的事自己办 哎对呀 亲力亲为 没错 我觉得热了 我自己把仓门打开了 哎呀 哎呀 你有打仓门的吗 凉快 别凉快了 你打仓门干嘛 我热呀 你热也不能打仓门 关键是 我得散散烟呢 我得 他还得散散烟 还抽着烟呢 别吹 滚 我刚才就要说你了 那飞机上有自己打仓门的吗 飞机上不让抽烟 知道吗 刚才就想说你 你瞧你前面办的事 所有不文明现象 你都发现了 您都抵制了 抵制完了呢 你办的事比他还不文明 一天到晚 张嘴闭嘴 忍不了忍不了 老话说得好 乌鸦站在没堆上 瞧见别人黑 瞧不见自己黑 说的就是你 我们就该抵制你这种人 好 气死我了快 是我办的事不对 你得承认啊 但是您办的事更丢人哪 我怎么丢人了 飞机到了目的地 我们都往下走啊 对呀 他也往下走 我到地了 空姐给他拦住了 你来我啊 同志同志你不能走 对呀 空姐是 我刚才麻烦你了 但是你不能不让我走啊 对我并不让我走 我到了你看多神奇 我到地了 什么 那你也不能走 凭什么呀 凭什么不让我走 凭什么呀 为什么不让我走 对呀 同志您走可以 把椅子给我们留下吧 我卡那了 老李 你再陪我跳会呗 兄弟 我都陪你跳六个小时了 我这鞋底都磨没了 你 你让我回去吧啊 你也快走吧 回家 我不回家 我儿子成天忙工作 也不搭理我 我回去干嘛呀 我不是让你装病吗 你一装病 你儿子不就关心你了吗 你出了什么主意啊 我都这岁数了 你让我装多动振 那我装得也不像啊 他咋能不像呢 我是根据你的特点 给你挑这么个病啊 我什么特点啊 你 你广场舞跳这么好 大伙关你叫啥 广场杨丽萍 你都杨丽萍了 你就把你那些舞蹈动作揉 到躲动阵里不就行了吗 对呀 那我赶紧回家试试去啊 兄弟 加油 放心 我杨丽萍 张秘书 晚上那个应酬安排得怎么样了 对今天这个客户非常重要 对 儿子 爸 没叫你 儿子 一会儿别走了 爸给你包饺子 你把改完那个饺子 赶紧给我发过来 不是 是稿子 芹菜馅的行吗 你干活能不能芹菜点 不是 是芹快点 爸 我打电话 不是 儿子 儿子 我犯病了 儿子 怎么办啊 儿子 你快个理理我呀 儿子 爸 爸你这病怎么还升级了呢 这都病两天了 不得有点进步吗 哪有老头得躲动症的呀 那我就得了 你看 怎么办 行 你要非说你得了也不怕啊 我给你请大夫了 你请大夫干嘛呀 让大夫给你看看 大夫要说你没病 你就别吓唬自己了啊 那 他 他要说我有病呢 那我就好好陪你看病 行不行 行 你放心吧 我肯定有病 大夫来了我也不怕他 他什么时候来 啊 你 不 爸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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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王总家吧 您好 您是安医生吗 哎 别那么客气 什么医生不医生的 叫我专家就行啊 早就听说了 在治疗儿童多动症领域 您在全市可是首期一旨啊 听他们跟那瞎吹 什么全市 全世界啊 差一个字 差不少的 这大豪彩 行了 赶紧把孩子叫出来吧 是这样 我们家这情况啊 都 什么晚上跑去了 那是我爸 爸 你干什么去 爸 孩子在里屋呢 是吧 瞧给老爷子气的 行了 我进去瞅瞅孩子 宝贝 叔叔抓你来了啊 爸 大夫都来了 你跑什么呀 我哪跑了呀 我们多动这儿 就这速度 你家孩子可真够逃的啊 没找着 藏哪儿了 嘘 叔叔看见你了啊 你再不出来 叔叔打屁屁啊 就这智商还给我看病呢 什么意思啊 没事 我爸跟您闹着玩的 坐坐坐 老爷子真有意思 逗我干嘛呀 行了 把孩子叫出来吧 快点 我们家没孩子 是这样 是我爸得多动症了 我 行 那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别别别走啊 来都来了 你看一看啊 不是 你是不是拿世界级专家打场啊 哪有老头都多动症呢 多动症 学名叫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 是儿童常见的一种 行为异常疾病 是 从理论上讲 老年人就不可能得 是 我也这么跟他说 但是他说他晚熟 你爸手得也太晚了 是 你给我爸看看吧 行 不就跟老爷子说一声 他没病吗 你跟他 对 大爷啊 海 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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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驾 鱼 呜呜呜呜 王总 没带大爷去精神科 瞧瞧 我这么跟你说吧 除了副科 其他科室都检查过了 就说自己得多动症了 王总 不是说跟他动两下 那就是多动症 多动症得有几个典型的特征 比如说啊 小动作过多 哎呀 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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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别玩了 情绪容易亢奋 大海 哈 我 海 大大 哈 狂妄自大 哎呦 还自责委屈 小枕头 我对不起你 不对啊 按说老年人不应该得多动症 可大这些症状全对上了 是不是 有点意思 来来来 大人您坐下坐下 我好好给你检查检查 好 来 爸 检查检查 没事不扎之 摸摸毛下不走 好好好 来 给我 大人别紧张 来 您坐 坐吧坐 那个 大夫啊 我刚病两天 可能没什么经验 一会儿要是有什么 病得不对的地方 您多包涵啊 大人 您别客气 我也是第一次给老头看多动症 我比您还紧张呢 来 大人 我先排就这样 您是不是腿部神经有问题 好好好 来 您坐好了 哎 啊 不是 哎 转家你没事吧 不是 孩子啊 大爷属实不想踢你这一脚 但是事赶到这了 不踢还不太对劲 是 这回我算是有病了吧 大爷 您有没有病先放一边 您是挺有劲 但这也不能表明您是多动症 您这算正常 这还正常 那来吧 你试试这条腿 不是 哎 转家我爸这怎么回事啊 是啊 这也太奇怪了 咱们做个小测试啊 大爷 您看啊 多动症有个典型症状 就是无法集中注意力 咱们 哎 大爷啊 您看啊 这是一个月亮啊 您盯住它 集中注意力不要动啊 我在仰望 月亮之上 有多少梦想在自由的飞翔 行 大爷捂上了 看不见了 看不见了 看见的 看不见的 看见的 看不见的 这怎么还挑上了呢 我爸到底是有病没病啊 哎呀 这现在我也怕他们不好了 大爷咱再来 咱们填个调查问卷吧 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来 您坐好 我问什么 这上面都是一些 儿童常见的疾病 我问什么 您有如实回答就行 叫什么呀 广场杨丽萍 是这样 这是我爸在广场舞界的绰号 平时就喜欢跳广场舞 那是我喜欢跳吗 你也不在家 我不跳舞干嘛去啊 那平常吃不吃手指甲呀 是吃好还是不吃好 有些小孩得多重症 就爱吃手指甲 那我吃 你啥时候吃手指甲呢 你又不在家 你怎么知道我吃不吃手指甲呀 那大夫 我天天吃 现在都不怎么吃主食了 那跟不跟家长顶嘴啊 顶 顶啥顶啊 我爷我奶都没多少年了 你上哪顶去 你又不在家 你怎么知道我顶不顶嘴 前天你哪给我托梦 我俩还顶嘴呢 那上一次尿床是什么时候啊 1943年 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 现在他也尿 你怎么知道 我不在家 你什么事干不出来呀 对 我这病就是你不在家得的 你得不得病 跟我在不在家有什么关系啊 那我一人在家没意思 憋出多重症来了 那多重症是憋出来的吗 我就怕你在家没意思 我给你报那么多兴趣本 攀岩 蹦极 滑翔散 你到区域啊 你要嫌我命硬 你就直说 你这危险系数也太高了吧 那危险系数低的也有啊 插花 剪纸 十字绣 医生你听听 这是老头应该学的吗 您可以尝试一下 再说了 我根本也不需要这些 你需要什么 你跟我说呗 你是我儿子 我需要什么 我不说你也应该能猜出来 我一天那么忙 我哪有时间猜你啊 那你就忙去吧 我不用你猜了 你快走吧 行了别吵了 我确诊了 怎么样大夫 大爷 有病 我有病 不是 什么 我 我爸真得多冬症了 但大爷得了这个 不是多冬症 是新病 你看大爷一直就拿你不在家说事 那他证明 这个病是装的 就想要你在家陪陪他 我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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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别装了 这露馅了 不是 你想让我在家陪你 你就告诉我呗 装什么病呢 那你成天不在家 在家也跟我说不上几句话 我没机会说呀 我出去不得陪客户吗 那你都有时间陪客户 为什么就没时间陪我呀 我得跟客户沟通感情吧 那你能跟客户沟通感情 为什么不能和我沟通沟通感情啊 那能一样吗 咱们爷俩之间还用沟通吗 儿子 是 你现在越来越忙了 能回家的日子也越来越少了 你看 爸都给你记着呢 你去年一年啊 一共在家待了十天 有时候我就算 你说 我要是还能再活二十年 那咱爷俩在一块的日子 也就剩下两百天了 你说 你要还能像小时候一样 天天陪着我该多好 那会儿日子多得是 现在呀 爸能陪你的日子 是越来越少了 行了 儿子 没事 说出来这心里就舒服了 快忙去吧 我是蹦得半天也累了 坐这歇会儿 王总 说句我不该说的话 钱哪 你怎么挣也挣不完 抽出点时间 多多陪陪家里人 老人就知足了 子欲养而亲不带 孝顺 不能等 爸 我以前 一直以为让您吃好 穿好 给您钱花就是孝敬您 我现在知道错了 我以后肯定抽时间多陪您 就不给您钱了 不是 那也没有这个必要 你们年轻人做事就是太绝对 那钱你该给还得给我 但是你该赔也得赔我 行 爸 再说了 那钱我全留给我大孙子 行 爸 专家不好意思 让您辛苦一趟 来 这是书 这不行了 我真的不能要 拿着别客气 没事 拿着 没事吧 你松手掉不了 大爷 这个钱我不能要 还是留给您大孙子吧 给你跟给我孙子不一样吗 没事 人家 晚上别走了 一起吃饭嘛 对 我就不吃了 我也有点难受 我也想回去陪我爸吃个饭 那行 老爷子 我走了 行 走 那我让司机送送您 好好好 辛苦辛苦了 辛苦了 人家 为什么呢 这就是北楼饭 你这么严的 老板 你这不是天真 是无许 恭喜总 战斗机偶连 你必 一总 一条目的 好 老公 你到哪儿了 老婆 我到家了 你又去哪儿了呀 这不给客户休假店去了吗 就知道给客户休假店 大过年的还往外面跑 咱家冰箱坏了这么久了 什么时候能指得上你呀 你看你看又来了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我们公司的员工啊 外地的居多 大过年的 给他们放假 回家过年了 只能我这个老板 冲到劳动第一线了 谁让咱是 暖男老板呢 得了吧 你暖男 你有咱家冰箱暖吗 我跟你说 咱家现在取暖 基本靠冰箱 里面的鸡蛋啊 都快捕出小筋了 正好 开个养鸡场 哎呀别拼了 赶紧修吧 修完还得上咱妈那儿过年呢 哦对 我得抓紧修修完呢赶紧走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过年好 快递小桥走上台 大年三十我取件来 乔装打扮天喜气 祝愿大家好运来 不说了 我得干活了 谁啊 我还有披衣服到济山区 估计是我交的快递来了 节新春快乐 哎呦 小桥 怎么这身打扮呀 这不让您开门就见财神吗 真有心 要不说啊 你是优秀员工的 我工作呀 必须严谨 来小桥 快进来 赶紧啊 帮姐把这个打包了 我再进去收拾一下 好的姐 什么声 这冰箱怎么这动静 是不是坏了 正修着 哎呀 你是送快递的 穿的像唱大戏的 你是秀家店的 我看你像张飞变 兄弟你聊天挺会抓特点的 怎么大过年也不休息吗 您这不也没休息吗 干咱这服务行业的呀 只要客户召唤 必须马上出现 说得太好了 辛苦了 来 整个人 你个兔了 干啥呀 你干啥呀 你干啥呢 我喝饮料呢 从哪儿拿的呀 冰箱里呀 你修冰箱的 就可以随便喝里面饮料啊 你要是修下水道的 那里面的东西就随便爬了呗 兄弟你说话怎么那么埋着呢 不是埋着你喝点饮料 你不跟人打成招呼啊 我还有打招呼吗 你妈呀 你多傻还大嘞咧咧的 真以为自己是张飞呢 你说你这人 我好心好意给你搭拼饮料 然后你说 行啊 大过年的多不容易啊 这事啊 我替你扛了 他替我扛了 我明白了 他呀真把我当成休假店的了 兄弟啊 跟你说实话吧 我呀 其实是 小强 你在干嘛呢 我跟他说两句话 你冰箱修好了吗 没有啊 没修好聊什么点 赶紧修修完好走 这修修修 小强来 还有一箱 姐 今天我在工作中出现不严禁了 怎么了 刚才渴了 没忍住 个冰箱里拿瓶饮料 给喝了给 小强 不是我说你啊 你还真把自己 当外人了 那饮料冰箱里有的是随便喝 桌上的花生瓜子随便嗑 大过年 那跟你瞎嗑去啥呢 快点响 小李逵 不是张飞吗 怎么又改李逵来呢 这不都有胡子吗 看到没有 关系不到 别喝饮料 关系够铁 才能叫姐 明白不 哎 听这意思 他俩关系挺铁呀 不是一般特殊啊 哎 那我倒要问问了 怎么个特殊法啊 你想知道啊 我跟你说啊 我跟你说得着吗 这人你说 他是咋回事呢 你不不说吗 我憋不住 是这样 我负责这片小区 我姐呀是个爱心志愿者 经常寄件捐东西 熟了以后啊 我每次一来 我姐就给我倒杯水 给我拿条手机 让我擦擦汗 没听出哪特殊了呀 这还不特殊啊 这说明啥知道吧 这说明啊 我姐心里有我 她心里有你 不光有我 还有很多人呢 她心里老能装着别人 要不然呢 能陷那么多爱心吗 那倒是 可惜了 这么好个女人呢 家里也没有个男的照顾着 可惜了 不是兄弟 你根据啥说 这家里没有男人的呀 哥 我经常来 就没见过男的 我这么跟你说吧 你呀 是我在这家里 见到过的第一个男人 妈就对了 妈呀 不严禁了 哥 你是第二个 第二个 对 那头一个是谁呀 想知道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得着吗 我 还是打个线呢 我就知道你得回来 我憋不住 憋不住 那天呢 我过来收件 我姐一开门呢 我一眼就发现 有个男的赤裸裸的 就躺在沙发上 赤裸裸的 妈呀 又被严禁了 还搭了条一斤 那个有什么用啊 那个 不是 后来我一打听 我才知道 原来她呀 是她家邻居 你看你不说 请邻居过来 邻居也不行啊 邻居啊 不是 人家的理由贼合理 家里锐气坏了 上这儿洗个澡 她家热水器就爆炸 她也不能上这儿洗澡了呀 是呢 后来呀 就让她妈呀 给抱走了 她 她 她妈 她还给抱走呢 对呀 一个两岁小男孩 这么高吧 横竖一边宽 体型跟你差不多 跟谁差不多啊 那小男孩 你不说清楚了 你吓我一跳 吵什么玩意儿啊 那那那小男孩 不是男的呀 是的 郭剑你形容这玩意儿 形容得太不严谨了 不用你说我 就愿你在这儿瞎打听 不是我瞎打听啊 你那玩意儿说的 太引人入胜了 潘家引人入胜的事多了 我还劲儿劲儿跟你说呀 兄弟 你看哈 刚才哈 经过跟你的攀谈 我发现你这人挺严谨的 必须的 那你再严谨点 跟我说说还有没有啥 更严人入胜的事 你想知道啊 我跟你说啊 姐 她偷懒儿 偷的快什么 你 你是往我的 别别别 这是个什么形象 在这 这什么意思 她是不是对我姐 有什么想法啊 不行 我得旁敲侧击地问问她 我说 小沙僧 不是张飞李逵吗 怎么又改成沙僧了呢 你们哥几个长得连线 你修你的 你别管我 来来来 你修你的 我问几个问题 问 这冰箱修多长时间了 妈呀 这冰箱啊 坏了得有半个月了 哦 这过年吃饺子 你喜欢吃肉馅的 喜欢吃素馅的呀 素馅的 肉馅的太腻了 你觉得 我姐长得咋样啊 水量 相当水量 汉本咖啰 果然对我姐有走图 不行 我不能走 我必须得保护好我姐 小强 来 最后一箱 打包算账 这 这 这 你放开 先过来 我不能走 为什么呀 这冰箱修不好 我就不能走 冰箱 我说你冰箱还没修好 什么时候能修完呀 不行了 今天修不好了 你说什么啊 过来 小宝玉 这回不严谨了啊 张飞 李逵 小沙僧的都有胡子 贾宝玉 没胡子 我知道贾宝玉没胡 我就是想给你凑个四大明珠 好 你这不闲的吗你 我告诉你啊 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 第一条把冰箱修好 第二条解 换人 换人 咋的呀 你知道这咋回事啊 你就是没有职业道德 我怎么还没有职业道德了呢 姜嘴 是吧姜嘴干这么大事忘了是吧 我干啥了 好 就你这个人品 我就没有必要帮你扛这么大的事了 姐 我告诉你个天大的秘密 刚才那瓶饮料 是他喝的 怎么着 哎 怎么着 不是 小乔 他喝瓶饮料怎么了 不 不是姐 那瓦瓶饮料是对 他对你有所图 他说你长的水量 他刚才一问我我自己 你别锁的时候休息 你也休息 姐 你可以说 姐 你别 不是 姐 这人还好撒谎啊 我问他 过年吃饺子 你喜欢吃肉馅 喜欢吃素馅的 他跟我说他喜欢吃素馅的 你炒的那个横竖一边宽的体型 才能不吃肉的吗 这也是个理由啊 这个 姐 我告诉你 以后变啥人都往家里领了 知道吗 一切不以修冰箱为目的的修冰箱呢 这不是个好冰箱 这 我又成冰箱了呗 我告诉你冰箱 本人的工作原则就是 一旦进了客户门 不能拿钱就走人 只要客户一召唤 我就是客户的 守护神 你 你别扒了我摆造型呢 我是他老公 你喝酒了是吧 是不是喝了你啊 他说你是个老公 哎呀 他是你姐夫 你听到没 我姐都戳穿你了 说你是我姐夫 晚上你说你是人家的老公 刚才进门的时候喝点料 也没给人打个招呼 找到一两千两个 我们去 人俩是两条胡子 哎呀 哎呀 小乔 这事愿解啊 不是 姐 她怎么能是我姐夫呢 哎 我怎么就不能是你姐夫呢 关键 我姐在我心目中 是这天女人呀 我是癞蛤蟆呗 不是 我姐是朵鲜花 查我谁生了呗 我姐生了好白菜 让我给拖了呗 不是 哎 好 你老子这非劲巴力的 配合我干什么玩意呢 不是我配合你 你说的玩意太快 这人口了 不接 我浑身难受 哎呀 我今天呢 太不严禁了 我现在的感觉啊 就像给她家那洗澡的小男孩似的 痴漏漏的就开始站着 妈妈呀 快给我抱走 吧 哎 小乔 不行 我看不下去了姐 大乔 我告诉你小乔 小乔 你吓到人家了吗 对不起老婆 我着急跟她说事 有话好好说吗 是是是 小乔啊 这事啊 真不能怪你 姐夫啊 还得谢谢你呢 通过这事啊 我发现 我照顾这个家照顾的确实太少了 你姐一个人哪 真是不容易 老婆 从今天开始 我要家庭事业 两手庄 这还差不多 要不小乔啊 都把我当坏人了 没有解雾 别说了 你啊 好好跟人家小乔学学 他将来当老公啊 肯定比你强 那是必须的呢 是 你要给谁当老公啊 哥 你看你 我给谁当老公 我两个对象都没有 姐呀 小乔还没有女朋友呢 老公跟你商量个事呗 你觉得小乔这人怎么样啊 除了说话不太严谨 其他都挺好 那把妹妹叫给她当女朋友呀 还有我姐 谢谢你了 姐 你妹妹找得跟你像不 哎呀 跟我像什么呀 那是你姐夫的妹妹 他们俩啊 长得是一模一样 就这么定了 妹子 妈妈呀 快给我 我 告诉我 哎 没错 小乔 没错 东西还没劲呢 为什么呢 没错就只背了半个人呐 阿贝你还不是天真 是无许 公主动作 三套自己偶远 你必一走 一直而不知了 真好 战斗 战斗 一 二 三 三 三 一 二 三 三 一 三 小子小转 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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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三 把握好刑技的不符和方向 立定 客间休息二十分钟 需要家里的单位 不请阻止安排 各组带开 向左转 加油 obed� 探 探 探 大 et 加油 ốと 太帅了 帅不帅 帅 赶到了月宾训练厂 紧急采访副军长 时间起来任务重 连夜就要上军网 哎呦副军长啊副军长 你赶紧闪亮快登场啊 一二三四 一二三 在这里点 一二三 小军 报告首长 下面咱们加连新进阶的精品实力 是 首长紧紧口令一步一动 一 太帅了 哎呦好干系你干嘛呢 我给首长拍张训练照 不行 首长的动作不达标 李军说得对 今天的考核我没有达标 受到了点迷批评 所以必须加班训练 首长你要练在什么时候 一直练到达标为准 不行啊首长 那我就来不及了 我还来不及了呢 你看看再有十天就要大远兵了 李军 到 继续训练 是 首长我就拍张照片 好干事我跟你说了不能拍 首长的动作不标准 首长哪不标准了 首长的首长不标准 首长的脚掌也不标准 不是 到底是首长的首长不标准呢 还是首长的脚掌不标准呢 首长不光首长不标准 首长的脚掌也不标准 不是 首长 什么首长脚掌的 继续训练 是 是 首长请听口令 正步走一步一动 一 停 首长请从来好吗 首长有什么问题提出来 对当面提出来 我说不出口 你训新兵的时候不说得挺好吗 那训新兵能跟训将军一样吗 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训新兵是这么说的 你 两个问题 你 首长你有两个问题 一 脚掌离地面不标二十五公分 一 脚掌离地面不标二十五公分 二 踢腿无力杂地无声 二 踢腿无力杂地无声 软绵绵的 软绵绵的 像个老太太 你就是个老太太 这句呀 还就比性狠的呢 我明白了 李军 我是副军长 你是个下士 训我的时候你是放不开是吧 是 李军 脱衣服 脱衣服 咱俩一起脱 首长要干啥呀 他当将军 我当士兵 首长 这不合适 有什么不合适的 将军的本质 就应该是一名更优秀的士兵 不合适 合适 不合适 这多合适啊 首长同志 首长同志 叫你呢 报告 首长同志 请问什么解释 你是首长 是 首长同志 请问咱们什么时候开始训练呢 你是首长 你是首长 好干事 到 请你一边小心 是 下士后议 到 继续学乱 是 正不走 一不移动 一 二 停 低腿上风 杂地有坑 低腿上风 杂地有坑 一 一 二 阿 不是阿 是阿 标准 注意 抬头挺胸 抬头挺胸 目视前方 目视前方 半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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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首长 说 首长能动作标准吗 标准了 我可以拍照猜反吗 不可以 为什么 好干事 前段时间 他的训练成绩非常优秀 这段时间不知道怎么的严重下滑 这要是不加班加点训练 很有可能被淘汰 你知道吗 不是 你是 下士后议 到 天安门东西滑脚距离是多少 九十六米 一共要滴多少步 一百二十八步 用时多了时间 六十六秒 你能保证你每一步都踢腿伤风吗 我 首长能 你能保证你每一步都杂地有坑吗 首长能 你能保证你每一秒都保持一个病的样子吗 首长 现在不能 继续训练 是 行 行了李军啊李军啊 又怎么了 你拿着鸡毛当令箭了是吧 是的 你分不清打小王了是吧 我 是的 你真以为你是将军了是吧 不是的 首长都练了一天了是吧 是的 首长都汗流加倍了是吧 是的 首长口都渴了是吧 不渴 听见没 给首长拿瓶水去 首长说他不渴 我渴了 是 好开始 首长 您休息休息 我采访您一下 好吧 好干事 等 关于这次训练 我确实有很多的所思所想 都写到这上面了 你自己看吧 去 训练体会 距离大阅兵的日子是越来越近了 我是心急如焚啊 这位侯副军长太让我上火了 首长 又调来一位姓侯的副军长 弄错了 这不是我的 这是李军的 那咱就别念了 既然是写我的 念 是 不知道为啥 这几天他的训练成绩一直下滑 踢腿无力 软绵绵的 像个 像个 像个老太太 像个小姐老太太 我看看 他年龄大了 训练跟不上可以理解 但走在天安门前 老百姓不会把他当成将军 只会把他当成一个兵 可他连个兵的基本样子都没达到 那还是个兵吗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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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写的到位 这 好啊 好啊 好 好 开始 好 战士就是我们的一面镜子 一会儿李军来了以后 你好好采访采访他 看看我这个副军长 在他们战士心目中 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这 辅送命令 是 水来了 夏世同志 到 喝口水休息一下 是 我来采访采访这位年轻的将军同志 我 就一个问题 在你眼里 副军长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自有军类的典范 兵的好样子 采访完毕 但是 采访完毕了 继续采访 可有人说了 他是一名将军 却没有兵的样子 谁说的 谁说的 怎么能这么说呢 说得到位 首长 既然你都知道了 那我今天就把我肚子里的话 都说出来 我就想听听你的心里话 好 副军长 您说过 天安门前的那九十六米 是咱们军人 展现军人担当的九十六米 咱们的每一个眼神 每一个步伐 都能向全国人民传达 我们军人的士气和战斗力 您是将军领队 是整个方队的排头兵 如果你训练不达标 没有走出兵的样子 丢的不是您个人的脸面 丢的是党和人民 对咱们进行军队的信任 好 还有吗 说完了 说完了 痛快了 说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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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汗都下来了 其实该出汗的 应该是我呀 所长 你要这么说 那我这汗 没白出 诊断书 那是我的 侯一 男 五十五岁 兵骨老损 膝盖鸡业 所 所长 我的伤已经好了 不影响训练的 所 林俊 到 换衣服 是 再不换呢 指不定一会儿 又掏出什么东西来了 所长 所长 您说 您说您都上升这样 我训你还训得这么狠 我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李军啊 我要谢谢你 是你让我看到了 我自身的差距 距离一个兵的差距 我今天的训练 没有达到你的训练标准 更没有达到 我父亲对我的要求 您父亲 对 他是一位老八路 他跟我说 儿子 爸爸不如你啊 你当上的副军长 现在是个将军 我最担心的 就是怕你变成一个官老兵 身上的官器越来越大 兵味越来越少 这样的将军 上了战场 就打不了胜仗 他说 当年他在抗日的队伍里 之所以能够打败日本鬼子 那就是因为当年的抗日将军 不是官 而是带着战友们 冲锋献阵的勇士 他说如果今天的将军 人人能够如此 人人都是有血性 敢踢战的兵 那我们的军队 就可以勿忘 而不胜 就在我参加集训之前 老人家病倒 顶藤前的拉着我的手 跟我说 说他最大的愿望 就是想亲自到天安门广场 去看一看胜利日大阅兵 让他这个老兵 再重新找一找 一个兵的感觉 于是 我就把他的照片 放到了我的胸口 我要带着他 一同走过天安门广场 爸 您放心吧 您的儿子 铺着一个官老爷 您的儿子永远都是一名牌头兵 我向您保证 我 还有共和国所有的将士们 一旦国家有难 冲锋在前的 一定是 我们 走 我们仿佛看到了大阅兵神的情景 三军将士 前步争争 军级列列 战车轰铃 老近历史 嗜血光荣 为了正义 为了人民 为了和平 向着中国梦 向着强军梦 大步 前行 请党智慧 王党政兆 作风 有灵 请党 国人民解决 战车 接下来这个提醒 你肯定特别熟悉 什么提醒 诱导研究对象 主观情绪外话题 熟悉吧 这么陌生呢 就是真心话大冒险 我喜欢真心话 一辆车 你跟媳妇俩人 怎么用 我让他打车走 我骑自行车追他 你追了上吗 在北京 不好说 他吃什么了 打卤囊 什么 打卤囊 打卤囊 什么样啊 就底下一个囊 上面一层打卤 打卤囊 底下一个囊 上面一层 这叫披萨吧 什么 首长 现在不能 这 是 是 行了 李军 李军 又怎么了 你拿着鸡毛当令箭了 是吧 是的 你分不清打小王了 是吧 是的 不是的 你真以为你是将军了 是吧 不是的